最近OVO K1出了一台無框電視機 我們買回來了之後呢 今天就來開箱啦 不過大家都開箱機子本體 我今天是來開箱 他的選配件 稱帝腳架 盒子盒裝在這裡 好,希望大家看到我已經先組裝起來了 這個呢 本身呢其實是看起來是挺有質感的 不過呢 質感之下呢他其實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事情我們先來看這個 好,這個如果要拆起來呢 他其實只有一隻腳 所以因為他一隻腳的情形之下 所以非常的不穩定 這個在拆射的時候呢 他很容易就會掉下來 好,你看 不是那麼的方便 好 我們把它鬆了 然後 麻煩的第二點來了 你把它鬆開了之後呢 你要解開它呢 你要從下面解開 然後它下面不像相機一樣 相機其實是卡扣式的 所以我在解開這個的時候呢 我可以先解開下面的卡扣再上來旋轉 可是它這個呢 就是要這樣旋開 那你看這個頭 OVO K1的主機 重達2公斤 我拿著2公斤在這邊旋轉 這個設計實在是有點問題 好 OVO官方說這隻有3.5公斤 我們就來測試看看它現在有幾公斤 所以我實際拿我感覺比3.5公斤還要重 好,實際測差不多3公斤左右 比它官方說的還要再低一點點 所以它的確是3公斤 不過實際上我從上面拿 感覺好像不只3公斤 就有點重 好,第二個要抱怨的呢 是它這個 它這個頭呢 鎖這個點呢 很容易鎖不緊 所以我2公斤放上去的時候呢 有時候轉的時候 它就會掉下來 掉下來 掉下來 所以我好幾次在搬的時候 實在是非常的害怕 整個人來 一台OVO K1無狂電視機就這樣壞掉了 好 再來第三件事情呢 它是可以這樣子拆開的 所以嚴格來說它要拆卸組裝 其實非常的簡單 底部就是這樣 都是牙 然後你把它轉轉轉轉 轉出來的之後就是這樣子了 好 就可以分成兩個主體了 它這個邊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其實呢 OVO在做這一塊的時候 沒有處理的很好 它四處都是毛邊 會刮手 不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看 這很明顯的就是隨便亂切割的 因為也是刮手也是那個 然後邊邊這邊也是這樣 所以就質感這邊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並沒有做得非常的好 不過它的確是非常的扎實的忍重 不要看那些毛邊的時候 當你把它組起來 放在家裡客廳角落 當投影機的支撐架的時候 看起來的確是很像一個台燈 蠻有質感的 好 那今天的介紹呢 就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留言囉 好